所以 开悟的时候 智慧全先前 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他没有老师 他不需要人教的 世主世间法 没有一样他不懂 这个道理要晓得 我们对佛才会产生信心 这不是迷信 海鲜老和尚 跟我们做证明 你细心看这个观点 你去看这个勇士集 你会看出得出来 真正觉悟的人 觉悟的人的念头 不懂 所以他底下一句 甭无动摇 甭无动摇是自信本 稳定 那真心是不动的 真心里头没有念头 游念都是妄念 游念就是妄心 所以 明心尽心的人 他眼尽色而闻身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他怎么样 他没有起心 没动念 不起心不动念 狗啊 这就成佛了 用的是真心 叫至尘心 就是说这个 凡夫用的心 他起心动念 那菩萨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主 是菩萨 阿罗汉 起心动念 还有分别 没有之主 那我们六道凡夫 起心动念 分别之主 权与活 道理在此地 真正修行什么 在六根 借出六成境界 不起心 不动念 就是这样的 怎样不起心 我看得很清楚 像镜子 用心如镜 镜子照外面 照得都清楚 痕迹都不照 不要像 现在的录像 你看一照 里面就有了 镜子照出来 外面有 清楚 里头没有 修仙人 用心就像镜子一样 那外面 清清楚楚 一点不模糊 一点不糊涂 里面干干净净 一个念头都没有 你问他什么 他都知道 你不问他 他什么都没有 不是说 你不问他还有 他没有 他要有 他是反复 他没有 真的没有 怪了 你问他的时候 他马上回答你 他什么都知道 不问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如如不斗 那在定中 问的时候 就照见 他就起这个作用 末后一句 能生万法 这就说明是宇宙 从哪里来的 万法 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自信 是我们自信 所生 所信 所变出来的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讲透了 真讲明白了 这些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要不把他搞清楚 你就不肯放下 搞清楚之后 你一定会把他放下 为什么 放下是真死 是真的 不放下 错了 感谢观看